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加密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连跌3天 市场忧虑经济前景都不利投资情绪 医疗保健和能源股受压 标普能源股指数跌1.3% 改变股份方面通用电器继上日跌近半成 勘强再跌8%收市 公司之前表示今年工业业务现金流是负数 消息都拖累股价令股价手压 杜瓊斯指数先升后跌最多跌173点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00点 收市报25673点下跌13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771点下跌18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7505点下跌70点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如拓证券 普遍偏远 回控折合港元报64.32 中移动报81.28 中联通报9.56 中人寿报22.15 三通有各别发展 中海有报13.38 中石化报6.66 中石有报5.16 欧洲主要股市各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196点上升12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 收市报11587点下跌33点 巴黎Cat指数5288点下跌8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纽约企油就要下跌 美国能源资料处数显示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710万桶 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120万桶 另外汽油库存也连续三个星期下跌 减少420万桶 跌幅较预期大 汽油期货价格升大1% 另外数据也显示 上星期美国原油的日产量是1,210万桶 创了历史新高 纽约企油收市报每桶56.22美元 下跌0.34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65.99美元 上升0.13美元 金价方面 金价就有五星期的低位回稳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士1287.6美元 上升2.9美元 美元匯价就变得不大 陪陪在两星期的高位附近 美元对港元报7.8496 1元111.62 欧元1.1311 英镑1.3179 瑞士法郎1.0038 加元1.344 澳元0.7032 楼元0.6775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68 三十年期的债券息率是3.06 这一节请来Stanley跟我们跟进俄维股市的表现 Stanley你好 早餐 首先和你说美股的情况 隔板美股股市受压 已经连跌了三天 事关大家好像很担心经济增长前景 再一些机构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 最新有京核组织 他们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由3.5%下调到3.3% 同时也降低了美国、中国、英国和欧元区 他们的2019年的经济展望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隔板通用电器都大跌了 跌了8% 其实自从上年聖语节期间 美股反弹之后好像标普为例 其实都升了差不多两成 现在但是牛市呢 美股的牛市就迈向十周年 大家都在想到底这个长流 到底什么时候会完呢 还能走得多远呢 今年就完立 今年就完立 迈向十周年结束之时 美股这些东西 不要听 我说连初提到现在 不如夹了这么久 但是没有的 即是你说现在 你见到美股这几天的状况 很明显大家现在开始有点 而回归到基本面 开始冷静一点 其实你看回这一轮 甚至乎上星期开始 都有很多华尔街的行 都出来 可能有些半警告形式 甚至乎 就是说这些投资者开始 即是离场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以今年S&P 那个叫我们说 EPS的增长的话 其实真是不乐观的 但是你的美股 像你所说 都已经达到这么多上来 其实你由年初至今 美股的升幅 虽然不及得上 好像说中港股市 那个的比例 但都真的不差 都超过一成多又多 所以其实你说 如果以它的盈利增长 去看回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支持不到它 有这么好的表现 所以你说它们会 我觉得 甚至乎你说之后 有些比较大的震盪波动 我觉得很正常 而且现在其实某程度上 我觉得 美股那边 你看到过去这个星期左右 都开始有些比较大的波动 是的 就是因为大的波动 因为大家有没有印象前日 前日美股好像有一天 突然之间跌了四百点 但是那天其实没有特别原因 但是当然最终埋单 算是跌不知八点二百点 跌不知八点 但是我觉得初步 这个已经是一个 有些警惡来的 是不是鲜兆在那里 其实呢 少少了 因为那天掉下去 完全没有特别消息 所以变了你说 如果以回去的情况去看 假设 你说今个星期 打后的时间 出来一些经济的数据 都还是不太行的时候 那你便估 你说有一些 这样大的震盪 我觉得机会很高的 那你见到 当然昨晚的ADP数据 他就叫大数稍微差 一个市场的预期 不过呢 他对于他们上个月 那个 前一个月的数据 就上来得很厉害 去到三十万 去到三十万 其实就是那个很痴性的数字 但问题是 就会这么说 你现在套市去到这么高 你说在早上的时间 那个增速一定会放慢 所以变了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又两看 但只不过 美股的行情 我真的觉得 跟中港股市比 那边真的 一个回调的机会率 是高很多的 Stanley 的确由今年年初 好像一般的 美股 所以夹死了 是的 都一直说美股 应该走势一般 是的 如果美股和中港股市选 Stanley 是否选择 可能内地股市 看到昨天上证指数 就在3100点收市 创了9个月的新高 现在成交都继续长黄 继续破万亿 达到1.1万亿元的人民币 好老实说 短短几日了 上证由2,900 慢慢跑去 不是马 它一下 慢慢跳级 就去到3,100 会不会真的太快 Stanley 未来会不会有回调的风险 有个压力在这 美股又很有趣 美股真的 在A股方面 A股真的讲的气氛 你的气氛很厉害的时间 其实你说市场 你不相信 跌到你怕是很正常的 还有 昨天A股上线 到3,100 是的 我看到我们的文章 已经说 这浪A股年来的时间是多少 在4,000 4,000 你想想 那些人 你说有没有机会 老实实 如果你有4,000 即是比现时的水平 升了3,400 没错 你看到好像很匪夷所思 但是你看回 在新年之前 就是我们说 我们农历家 服市之前 那时的市场是2,600 左右 200多 2,700多 2,700多 那时他们说 在农历新年之后 很快要看3,000 那我都觉得要瘋 但是整个桌面是3,100 就是我们 这些投资气氛一旦 一转那一下 就是由一个极端去到极端的时间 是可以是很 很快 和兼斥 好像很少你不信 所以你说 所以我经常这么强调 就是说 看A股是要看成交量 不是看点数 就是这个成交量 很厉害的时间 你的省户愿意进场 你的市场真的差 有个泡 甚至乎 你现在量容的数 其实不断上去 你过去这三天的时间 其实你每一天 那个增出是一百亿 这样升上去 那当年最瘋的时候 是过万亿 那你现在整一下整一下 应该都从过万亿 我想都有费用 逼迫回这个数 那当然今次的背景和尝试 也很不同 而且今次 就是某程度上 我觉得你说 就是中央政府都不敢去 我想这一转都不敢去 这一转 但是这些泡沫的东西 没有的 到你爆那一刻 你才是爆了 那现在 既然好像还是 就是要振一振一振 就先振一振 是啊 是没解释 但是现在还买不买下 A股的ETF 那些你又长线摆 没有什么的 甚至乎 如果假设A股真的 那么当旺的话 那些劝商股 那些内险 那些都还可以 hold下 是啊 好 接着就和Stanley 说完香港股市 因为见到之前 港股的力 Stanley上了这个 是连续 不是连续 是已经试过 有五次去充这个 二万九关 这个阿Sam不是这么说 是的 然后终于 昨天终于可以 站稳收市 不过我今天见到 柔座要跌穿 今早就低下72点 现在跌幅都扩大 现在大约140点 在28,899点 所以上上下下 现在A股的走势 大家可能都看好 偏乐观 但是美股的走势 就不一样 港股就夹在中间 港股就夹在中间 会否两边的角力 都令到可能港股的走势 会不上不下 大家应该怎么部署 都是看着二万九这个位置 上下先 其实没有的 你说到这些 这么关键的水平 唯一一个 比较上对于港股 最大的支持 就是来自A股 A股 A股 最近有没有 这段短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再冲高上去 不过 很有趣的 其实两会 就是两会这段时间 正常情况 因为市场不是很动 但是你见到今年 就是地板转 今年两会的时候 现在叫做开会 A股弹得很厉害 所以跟之前相比的话 今次似乎 A股的走势 真的偏强了 所以你说有没有机会 A股再进一步转强 甚至进一步做好之下 拉龙港股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 我觉得机会都比较高 但是也就是那句 你说A股现在这个势头 玩得多久 甚至乎 每突然之间 在我们说 MXCI进去增持之前的时间 那些流氛资 多之前的时间 现在大震荡都不出奇 因为作为 如果你说我是外资的话 说真的 这个市场到现在这些位置 你叫我买 我都不知道怎么买 所以这些大家是要留意的 不过整个气氛 我只可以说A股是不差 只可以这么说 但港股又好像跟不下A股升 之前升得太 始终两地市场 你记住 A股本身 那些人是炒气氛的 就是他们对基本面 那里不是那么理智 但是相比之下 香港这边 你炒还是炒 大家都会说 基本面是否可以 就是这个分别 所以港股是会更升 但是更升的幅度 未至于可能会那么大 所以按道理 没有的 大家都是没有什么 扯战扯退 但是现在这一刻 可能拿着个别一些 比较上是我们说 一些热门的板块 就是好像这些劝商股 这一堆 暂时又不需要害怕 你看今天是637 准备0.4% 一跌 升少了一些 亦是靠稳的 其他那些劝商股 那些板块 你看到跌 今天都跟随市 叫回落坑下去 跌得不多 所以这些又比较稳一点 好 谢谢Stanley 你 这一节跟我们 又谈了外 又谈了港股 和A股的情况 看到恒指 现在仍然维持 百多点跌幅 跌112点 跌28,926点 而国企指数 跌62点 跌115,530点 主要A股方面 主要指数 暂时都要偏远 上证跌6点 跌3,095点 深正跌53点 跌9,649点 而创业板指数 还未跌5点 跌1,694点 这一节 和Stanley谈到这里 和你申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有 好像很特别提 谢谢Stanley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1287.82美元 买出价1288.37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 15.084美元 买出价15.134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